菲律賓總統小馬可市 在菲律賓國家博物館 舉辦宣誓典禮 現場賓客雲吉 他的一家人也在現場祷告 閱兵一事後 小馬可市宣誓就職 其實小馬可市就職前 就先到總統府拜會杜特地 杜特地雖然戴著口罩 但兩人一見面就熱情寒暄 還有說有笑 在總統府軍樂隊演奏聲中 杜特地沿著紅地毯 繞一圈和軍人將領致意 兩人握手後不出總統府 也代表杜特地卸下總統職務 媒體分析小馬可市上任首要議題 包含通貨膨脹 農產品走私和能源短缺 等問題 而就在新總統上任前一天 新聞網站Rebler涉嫌逃漏稅 遭到政府勒令停業 二零二一年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瑞薩 他創立的新聞網站Rebler 多次批判前總統杜特地 以及毒品戰爭 早就被杜特地視為眼中釘 瑞薩也在選前批評 小馬可市操控社群媒體 現在Rebler被要求停業 也代表菲律賓新聞自由 受到嚴重威脅 華視新聞